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智爲阿強 今天就很高興和大家見面了 由於疫情關係 我們都隱隱約約休了整個星期 帶大家來到什麼呢 是我們的藍沙 也是我們金嶺南道上的一個保利樓盤 保利樓盤也是我們一個時光印象 這裡有我們的一個住宅 住宅是有幾大面積呢 有68平方 有68平方三房 是不是很吸引呢 還有兩廳一位 還有大一點就是85平方的 也是三房兩廳兩位的 一廚的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一個 115平方的住宅單位 分別我們這些都是住宅單位來的 帶到我們的精裝 環境位置都是一流的地方 而且我們價錢也是很帥 首先我帶大家進去看看我們的樣板房 我這次調轉來我們先看樣板房 讓大家深入了我們印象 我們再跟大家詳細介紹我們區位情況 OK 現在我們進去銷售中心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灣區置業的頻道 OK 現在我帶大家來到我們的樣板間 大家看看我們這個就是我們85平方的 一個85平方三房兩廳兩廳兩位的一個職 大家看到裡面那個展示 OK 那又帶大家進來看看我們的樣板間 首先我們左邊也是一個廚房位 廚房位有一個通風和通氣 一個邀形的廚房是比較好操作的 同時兩個人使用都OK 一個洗一個炒都沒有絕對是可以容納得到 預留到一個冰箱位 而我們門後面呢 亦都跟大家做到一個儲物櫃和鞋櫃 非常之實用的一個位置 深度亦都夠深的 進來呢 這個跟65有些區別 待會我帶大家去看看那個65 不是68不是65 因為這個85那個68 進來一個餐桌 餐桌以外看到我們很歡樂的一個廳堂 這個廳堂這邊當然是電視場 我們這裡做了一個創意的 正常情況下呢 這裡是有一幅間牆 是一個房間來的 打通了之後 有人做書房 亦都有人做一個會客 外面的露台呢 大家看到也比較寬闊的 看到了 我們露台呢 就設置了一個電源 水源和去水 方便大家以後洗機可以放在露台 同時也可以在這裡做曬浪 大家看看我們還有一個公共的衛生間 這個就是我們公共的衛生間 公共衛生間 公共衛生間 亦都是跟我們設立了一個光濕的分離 臨浴的 就是臨浴的 這裏 座廁這邊 它同時也有一個窗戶 有窗戶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衛生間始終是有異味的 還有它有水氣的 我們平時可以打開窗戶 大家就跟著我們鏡頭看看 不需要多介紹 這些位置 進來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同樣有一個衛生間 跟我們剛才公用衛生間的報告一模一樣 不需要我再多說 看鏡頭可以了 不然就變得很侵氣了 房間就是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的窗戶 這裏的光線是非常好的 同時這裏也有一個飄窗台 在飄窗台裏面 我們的設計師也將它造成一個沙發的形狀 這個就很舒服的 通常很多都是整件大理石 而這裏的布局是比較軟性的 和溫馨一些 這裏的底下也是一個窗台 但我們做到一個好像梳妝台 類似放很多儲物 有格格的地方 其實這些是你可以零活運用的 這裏就是85平方的一個單位 稍後我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一個68的 其實68那個我看的差不多 不過它很健庸 就少了一個衛生間 剛才看完85的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個68 68是非常實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圖織 這個是三房兩廳一位 當然帶大家來看看 首先對著一個就是我們的廚房 同樣是一個妖型廚房 妖型廚房 都是佈局很合理的 在我們門後面也有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椰櫃 以及一個圓桿 我們可以這樣去看 進去之後 我們的開間都這麼大 看到了 這裏是一個餐桌 雖然我們68平方也做得很精細 有餐桌以外 我們也是我們一個大廳 這個廳也能看到 我們一個背景的電視場 我們這邊是一套沙發儀 这里做到一个书房 正常情况下,这里是一个房间 由于我们的创意,把它打开了 感觉上是比较宽乐和宽大的 露台,我们的镜头可以转出去看看 它虽然是68平方 露台同样跟85平方一样大 基本上来说,布局和85平方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就是放大了空间 大家看看,首先这里是一个公用的厕所 公用厕所亦是分开了 分开了什么呢? 我们这里是可以洗面、浪口、洗手 可以与里面的鱼翅和临翅分开 大家可以互不干扰 这里亦有一个小房 这个小房亦是一个买一半、送一半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窗台 我们扩展开来做了一个房 大家看看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跟85平方的区别不大 只不过是85平方的套房 就是有一个卫生间和临浴间 我们这个因为是68平方 所以免质小了一点 它就没有 我们就只有一个公厕 OK,看看我们外面先 这就是我们68平方的三房弧形 非常实用的一个弧形 我们还有一个是185平方的 我带大家去看看 好了,跟大家看完我们68 和这个85的 现在就带大家看看我们115 什么115呢? 大家看看我们的交付标准 稍后看完交付标准 我带大家去我们的阳板间看看 好,进来我们的阳板房 首先在我们的右手边 同样是一个鞋柜 鞋柜和一个储物柜 这个鞋柜还特别深 你看看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深 所以做到储物间是很大的 进来我们的左手边 就不是厨房 这次是我们的洗油间 同样是钢室分离 有窗户有排气 再进来我们的一间 有一间书房 这间书房 其实你可以做一间小鞋房 都可以的 看见人见智 你需要用它来做书房 或者是自己一个音乐室也可以 做一个儿童房也可以 这个就是看你的需求 进来这里 看到我们这个空间真的很大 很厉害 层间没什么人 先拍 这个我们的厨房 这个厨房 这个腰型的厨房特别大 同时可以四个人在这里操作 OK 包括我们的切、洗、炒 还有一个电饭煲的位置 一个大冰箱的鱼柜位 这个厨房很厉害 这个115非常之好 好 另一个人过来看看 我们这个就是 我们一个大的餐厅 餐厅也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饰板 还有它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两边 同样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环摆的客厅 客厅很欢乐 很丰富 真是 露台 很长 和厅一样很长 也是布局了我们的洗衣机 看到我们这里已经是预设了一个供水 这里是一个供水的 这里是排水的 还有一个电源的 可以供我们的洗衣机使用 这里也是一个杂物柜 可以摆放我们的洗衣液 其实平时那些可以收拾完的东西 可以放在这里 阳台是非常之长 并且是宽的 趁现在人少 那些人不一定有理 好旺 看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孩房 一个落地窗 床是往我们的窗那边 延伸了过去 所以我们的空间 目动空间非常之大 看看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很厉害 一个曲尺位置 全窗景 全光景 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气 这个观景是很舒服的 我们无论是望哪个位置 去都可以进修我们眼底 同样有一个衣衣帽 当然女士最喜欢的衣帽 梳妆桌 还有收收万卖的感行首饰 那些东西都在这位置 这里有一个主人房的套间 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比我们的工用卫生间 是稍大的 它大到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飘窗台 当然这个飘窗台 也是我们的赈素面积来的 虽然有些人不在乎 但是它多到一个位置 可以放一些洗液用品 还有我们的洗液液 洗液液 之类的轻轻框 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做一个小架 做一个层架 可以放很多东西 同时有些老人家 去洗液的时候 可能站在这里不太方便 同样可以在床里操作 所以这个赈送一点的窗台位 其实使用是非常之好的 亦都很健用的 那就看你了 这件事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我们走出来 真的很多人 很旺场 我们可以将镜头 再在我们的大厅 和我们的客厅 饭厅 再转一圈 是不是很舒服呢 OK 我们看完我们85 68 185 我们再在我们的园林区看看 再和大家做个总结 大家好 刚才和大家 都分享过我们的样板间 样板房有三个不同的职 首先和大家说说我们的细细 细细就是68平方 68平方可以做到三房 两厅一位 亦都是我们一个最低的投入 和使用空间最大的一个职 68平方可以做到三房 这件事很难做 但我们也可以做到 保理可以做到 另外一个就是85平方 同样85平方也是三房 不过两厅是两位 相对来说 它的空间是放大了 当然不同面积 它大了 肯定会有一个优越点 优越点在哪里呢 它的厅头大了 另外一个就是115平方 115平方 就是华监厅的设计 看上去很大气 很大方 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阳台非常之长 真的可以说 和我们的厅是一模一样的 房间呢 我刚才也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了 房间的大小 其实我不用说了 可以说看我们的那条片就可以了 因为我在这里说 亦都是得我说 最实际就是看图 看片 OK 那我们现在就 讲完晚上房 我就回头再和大家去 讲讲我们这里的驱委情况 和我们沙盆周边的商业配套 教育配套 和我们一个民生的配套 最重要是有一席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交通 这样我们就 立刻去我们的沙盆和我们的驱委 和大家介绍一下 OK 大家就看完我们的样板房了 现在刘小姐就和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驱委情况 将我们这个周边的情况和大家讲一讲 OK 好 你好 我是保理时光印象的致意顾问 我姓刘 刘潮萍 现在又我们和你们介绍一下 保理时光印象是我们的保理开发的 首先的话大家都知道 买房肯定会选保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保理 因为现在买房的话 它不像以前 以前的话可能会选一下地段 或者地段优质 它就会去选 现在的话很多房企 或者外区的房企 都会爆裂 爆裂意味着什么 就收不到楼 那你买了就等于好像没有买 是的 那买房的话 现在最重要的是 求一个稳赠 是 没错 稳资的话 就央企品牌有保障 補什么呢 我们就補质量 和補交付 这两个点 包括我们又有 品质好的保理物件 那我们房企的话 是属于央企 央企 保理的实力的话 它会返航 那你买这个楼款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基本上 是的 这样呢 除了这件事 我们 就是刚才你说 除了买 我们的品牌以外 其实我们的地链 都很关键 是的 你刚才说到 虽然说 有些开发商 是 做到 它又去做 人家是怎样 我们先不要期待 首先我们说一下 我们的保理 第一是央企 第二是有保理 这个大名的实力护行 它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当然我们这个环头也不差 也是在我们一个 四号地铁线的两个站交回处 没错 我常常去那个 飞沙角 哦 飞沙角行路过去 我上次行路 十三分钟可以到的 哦 几分钟就到了 是啊 十三分钟就可以到的 哦 差不多了 廣龙地铁线也是一样的 都是十三分钟 所有就在两个地铁线交回处 那我们现在 刘晓姐和我们 讲过这里之后 其实我们的客会 对保理都很有印象的了 哦 就是对于我们的保理 已经很认可 是的 而且非常熟的了 那如果熟的情况 我们直接和大家 说一下我们的区域 的情况 OK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裏呢 现在我们的位置 是保理市的印象 它属于金州 招换成熟的一个办法 哦 金州招换呢 我就最清楚了 这件事就是 南沙一个最成熟的区域 是 因为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 一城的城市区 包括呢 它是集合了整个 南沙区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包括政务配套 那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吃啊 玩啊 住啊 出行啊 各方面全部都齐全的 也是南沙的中心点 是 没错 那我们保理可以在这裏 拿这块地 而且整个金州 就是由五年前到现在 都没有地出现 为什么 因为成熟的办法区 里面肯定没有地开发 那这块地的话呢 要收掉就收完了 是啊 这块地的话呢 我们保理拿了 四个月就已经开售 可想而知 我们开发商 多重视这块地 我们七月份 拿的地 十一月份 我们已经拿了月售证了 就是拿月售证 我们下个星期六 就可以开卖 说到最后就是这样 是 说到最后就是实力问题 大家都知道 不理央期 那怎么为之成熟的办法呢 大家都知道 成熟这两个字就是 我要地铁出行 开车又方便 比如我小朋友 我导书方便 还有我的医疗配套 只能不能传 是的 还有我生户上 买东西 或者是去市场 等等 一系列的方不方便 你刚才提及到这几样东西 其实我也是很注重的 第一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 香港的那个渠道 在交通上来说 我很需要你和我们的客户 去介绍一下 在香港过来的 最便宜的途径是怎样 如果是香港过来的情况下 我们就建议 就是这个的话 是港深港高铁 这个高铁的话 我们怎么过去呢 我们去到庆城站这个位置 庆城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直达去到香港九龙 直至可以下去深圳 东莞 香港九龙那边 大概的话 它过去的话 是过半钟左右的事情 一个半钟 一个半钟 就去贯穿过去 直至去到香港九龙那边 即是在我们的项目过去 就是这样的时间 是的 没错 那现在在庆城站过来的地方是怎样 庆城站的话 首先跟你讲一讲 我们可以坐在我们的飞沙国地铁站 我们的飞沙国的话 一个站 两个站 跟着 再去到我们的庆城地铁站 庆城这个地铁站 既有地铁 又有高铁 那还有广深谷的一个高铁 就是直接通往香港那边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在我们的西九龙就直接坐高铁 嗯 或者有些客户呢 在这个新街那边住 可以过去深圳 反正呢 以我们的高铁为标准 是 就一直就去到庆城站 而在庆城站呢 本身在站内就是一个高铁 和一个地铁的隔 一个书楼中心 它是属于一个高空书楼的中心地 那可以在庆城站 就直接就坐我们的四号线了 嗯 嗯 地铁四号线 那除了四号线之外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二十二号线呢 有 二十二号线的话 这一条的话 前边北宴段已经开通了 去到陈头港 和去到欢迎广场 欢迎广场的话 是连接我们的二十二号线 十八号线 这条线的话呢 它的时速是一百六十的时速 嗯 就是以地铁的价钱 从高铁的速度 甚至比高铁的速度还要快 哦 那真是抵错了 是啊 继续继续 好啊 我们这条线 那这条线怎么打进去呢 首先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 是一个交汇处来的 招援地铁站 到时候开通了难言电话 在这个招援地铁站 我们两站就可以过去 过去之后呢 这样换成我们的二十二号线 嗯 这条二十二号线呢 可以去到我们的东莞 啊 深圳这边 嗯 那你通过 到时候你坐 如果是在香港那边过来 我就不需要直接坐这个高铁了 你可以坐我们的快线的地铁 直接贯穿到我们南沙这边 比如好像南沙厚运说 嗯 直接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招援 然后两个站到回来 去到我们的后面 哦 就是如果我们坐二十二号线 嗯 就直接去到招援 然后在招援再转这个地铁 坐两个站 是 去到飞行一个 没错 嗯 但是我们其中的话 十四五规划里面呢 就有一个十五号线了 这个十五号线呢 十四五规划中 这个二十二号线呢 是已经确定了南沿段要开的了 这条的话呢 是来环线来的 你都以后的话呢 未来开通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通过 二十二号线接过这个点 接着再向 向下面走的情况下 我们的十五号线的地铁池 可以贯穿到万景沙 包括我们的十八号线 快线可以去到我们的市区 CBD的中心位 嗯 它其实是贯穿了 我们的珠江新城CBD 芭州CBD 曼谷CBD 跟着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林沙CBD 就是四大CBD的一个中心位置 OK 那明白了 现在交通呢 主要我们都是讲个轨道交通而已 嗯 至于我们就是说 自己开车的话呢 就 开车出行的情况下的话呢 主要就是由我们的金岭南路 这条路 转我们的港兴路 跟着幻市大道 幻市大道 幻市大道这里 转上去的情况下呢 其实是有一个王国南路 是这里来的 再转我们的南沙大道 看到没有 南沙大道 看到没有 南沙大道去到我们的 潘域大道去潘域的 那南沙港快速呢 去到我们的 爬州CBD的 跟着再有我们的港澳高速呢 可以去到东莞啊 深圳啊 中山啊 珠海啊 等等 包括我们可以去到 深圳那边的港北 跟着我们停好车之后呢 亦都可以去到澳母 香港等等地方 哦 即是我们在这儿开车出来 都非常之方便的 是的 同时都可以在英 这个英东大道那儿 可以搬到 过去虎毛大条这边 如果过去东莞这边 可能更近的 是 未来的话 还有一个深中通道 但是我们这儿 上方很显示 深中通道 其实就是 灌川东莞 深圳的 深圳的 深中通道来的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 如果是 香港客户的情况下 你们最喜欢就是坐船的 嗯 我们这儿的话 是有一个 南沙游戏会 有论母港 这个南沙客运港 这儿的话 可以坐船过去 即是可以在香港直接坐船过去 是的 没错 那我们这边坐过去呢 很方便 一个半钟左右的船程 非常方便 如果坐船 去南沙游港 直接坐地 是的 没错 后游港直至4号先 更加方便 那 4号先 后游港 一个站 两个站 三个站 我们就到了 三个站 怎么可以去到广龙站 直线走进来 我们的大门口 保里时光印象 是非常方便的 嗯 好了 交通这儿就说了 那我们也很关心医疗 因为回到来 住的那些 多多少少 对医疗都很重视的 哦 如果是医疗 都要的 好 医疗就更加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南沙属于越南河大湾区 目前的话 它的发展 医疗 教育 道路 劫折 全部都 整个广东省的力量 来打中我们整个南沙 首先香港的项目的话 两到三公里范围内的话 它是有两所三格级的医院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2.5公里 就是我们南沙中心医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目前整个南沙最大的 现在是三格医院来的 现在目前在混运中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广州市 妇女儿童医院 医疗中心 楼沙区 一个医院来的 那里好像很远 这个的话 过去呢 其实不远 你看上去的图 好像跨了很远 其实我们开车过去 十分钟就去到 十分钟 医疗配套设施 十分钟车程 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都是三格特医疗配套设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大家都知道 比较出名的 中山大学附属厚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个是三格特医以上的 医疗配套设施 现在已经建好了 而且在这里 试运营 它的医疗配套设施 在里面 试运营的机器 同时的话 预计的话 是明明可以投入使用 明明可以使用 是的 就在环尼岛 是的 在环尼岛也很近 没错 我们到时候 入下方隧道 一打通过来 十分钟又可以到达 现在还在隧道 现在这个隧道未打通 但是我们现在开车过去 也是十五分钟 到时候缩短了五分钟到八分钟的路程 是非常方便的 医疗配套设施 比如投行升线之类 都可以五到十五分钟的车程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 广州市府有医院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小型的医院 就是平时 如果是在就近的时候 比如说 有少许佛宵 少许佛宵 少许佛宵 没错 感冒之类 这里就是 收拾两只药 在这里就在就近 医疗也很方便 是的 还有一个 除了我们的医疗交通以外 其实那个 民生那样是很关键的 首先要解决它吃 有没有市场 哦 不过南西很多的 看过去 吃的话 可以这样说 如果注重吃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的环境 就不需要担心的 第二点 吃的情况下 我们最近的一个市场 在我们的板头市场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北边 板头市场 这个市场 是我们整个目前 今周板块里 是最大 最成熟的一个市场 吃的 包括平时的蔬菜 果菜 都是最新鲜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 南沙这边的话 第一 它就注重环境 第二 它生态环境 非常好 种出来的农产品 全部都是比较值地气的 全部都是在这些市场交易的 哦 所以 买饭 煮菜之类的 这些都非常方便了 那你除了这些之外 你会不会平时走着街 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那肯定要 你的商业配套 这个方便肯定要 商业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 我们自己的项目 就有一千方的商业街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自己开车 大概就是八分钟 可以去到我们的曼达广场 这个曼达广场 是我们的区府的位置 或者是吃啊 住啊 玩啊 包括看电影啊 各方面比较齐全 走着街都没什么问题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未来的话 开车八分钟 又可以去到与卫城 这个的话 是整个金泽版法 未来的话 它打造是最高端的购物商场 为什麽呢 就在斑头市场旁边 是 没错 我们开车 都是几分钟可以到 给斑头市场 再走走一点点 这个是建设中还是规划中呢 已经是建好了 变好了 它现在准备要投入使用 当然啦 如果你想走远一点点 最高远一点点都有 星河的一个Coco Park 星河地产开发的一个Coco Park 这个Coco Park 它的运营又类似于我们的 哪里呢 天河的太古匯去打造的 当然啦 不会说卖那些资料品 都是比较折地气的 比较吃啊 住啊 玩啊 还有行街啊 还有看电影啊 等等之类的 都会呈存的 其实啦 你现在讲到这么多个 那些购物广场 嗯 假的时间 就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在我们的时光 印象中 只要我们楼下 有一个大型的商场 我们楼下 有一千方的失业街 是的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附近 你说那个会成都已经 是 在那里试影完 准备 那如果假设我 周边有这些 我已经足够了 你走得太远 其实说真的 买来买去都是我那些商品 是的 只不过是 享受途中的过程 嗯 嗯 嗯 教育那方面呢 我看到很多学校 是啊 的确是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是最成熟的 今週版法 也是保利打造的 新一代的产品 哦 而且是整个南沙 包括整个广州 看楼的 肯定手看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呢 我们的招牌 已经打得出去 130万起 可以买我们 68方的小三房 130万 起 起 没错了 18方 小三房 其实小三房 我觉得是不是那些 2加1之类的东西 是 没错 都是的 等等我们去看板房 因为呢 这个其实都没问题 大家都知道的了 只要是我们 那个实用率 就够了 嗯 那教育方面 我就跟你这样讲 在那个项目的话 附近呢 有三所名校 其实我们教育方面 可不可以在这个 商品里讲呢 可以 更加贴切一点 嗯 可以 那刚刚讲到教育方面 这个30本的话 是我们抬高去做的 是突出了我们整个小区的平面图 就是本身来讲都是平的 是 没错 因为这个特出给你们看 就比较显眼 不会说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现在位置 石楼部 是这里的 正门口 你看到没有 是很大气的一个正门口 用实材去打造的 而且是以酒店式的归家而式 打造整个小区 作为一个低密度的一个住宅 那刚刚讲到 总共的话呢 它是1200户 有8栋 26层高 是 26层高的小区 不如两栋 六栋 一个栋 稷 那就不过 现在我们在卖的戶型是 现在卖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 68方 ここ 这边 八向 望我们的皇山路 心灵公园 这个是4A级的一个心灵公园 大家都知道 住的话 环境很重要 这个 一推开窗的话 就有六霸 可以看到 每天都可以有 新鲜的空气 非常舒適的 而不是市區中心位置 和其他小區打造的 望出去扭明扭 而且我們望出去的視野就是黃山路 68平方的對開望的就是黃山路 是的 平時如果有空就跑步三步 這邊是向什麼 這邊向北邊 向北邊 是 沒錯 那85方那隻呢 85方我們的朝向是這邊向北 那這裏呢就是我們的東南向 這邊的一西南向 其實北十五呢 我們全部都是作為南向來的 四開間朝南是怎樣做呢 拍廳啦 主人房啦 次貨啦 煮貨啦 我們可以做到最高的舒適度 就主要就是令你住在裏邊最舒服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住住北向的房的情況下 或者是住住其他 中間的情況的話 是沒有南向的房那麼舒適 那當然啦 採光度都比較優質啦 無論是採光度 那個通風系統比較好的 另外一個我想問一下 另外一個呢 你想 我想問一下呢 現在在賣的是大裝修的 是 沒錯 那其實那個價格方面是怎樣的 價錢的話現在還沒出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68方 130萬起這個價 當然啦 130萬整數可能做 有可能做到的事 也有可能做不到 就是預留上下有空間這樣 但是我們再怎麼算的話 也都是兩萬元兩萬兩元 可以買整個今週的成熟版法 你想想這個是最早開發的期間 我們的配套所有都已經比較成熟了 你所有的東西都可以享受 而且這塊地是最後一塊地 嗯 現在我們可以在沙埔也都看到了 我們的飛沙國和港龍站 也是我們這個 這個飛沙國 也是我們這個保利 保利時光印象 過去都是同樣的距離來的 900米 你看到什麼 這條直線路 這裏走出去那個史達大道 港興路直至華人史達大道 旁邊就有一個港龍地鐵站 那走這個金嶺北陸的情況下 穿過去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飛沙國地鐵站 剛剛都說到教育方面 那教育大家都很關心的 我們有三家名校圍著我們小區 第一個就是我們廣州外國語附屬學校 大家都知道一聽這個名字 就很有名氣了 再加上還有我們的金龍小學 不知道有沒有聽說過 在南沙的人肯定有聽說過 金龍小學是我們整個南沙的老牌小學 而且他在整個廣州市拿了一個特色小學的獎牌 學衛特色小學 就是各方面 比如財、藝、學習各方面比較綜合 哦 即是全能的 是 沒錯 而且老南沙的人的話 他是寄過頭都要入這間學校的 哦 但是還有我們 即是狀元的寄過頭 是的 沒錯 還有一所就是我們南沙區的一個實驗學校 這所學校都非常不俗的 都是區公立的一個學校 無論你讀哪一所學校 全部都是我們的區公立 都是公立的 是 沒錯 這個學習 其實說一說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光印象上 那個學位是否歸屬這兩間學校 還是甚麼呢 現在這個學位的情況下的話 它是按三公里範圍內 五公里是初中、高中 那我們現在來的話 實驗小學的話是1.4、1.5公里 來金龍小學都是一樣1.5公里 我們來廣州外國語附屬學校 就900米 哦 如果要劃分的情況下呢 三間學校都會說是非常優質的教育 都是在我們這個區域的範圍內 沒錯 無論你讀哪一間都非常好 現在劉小姐和我們介紹得很詳細了 我們現在趁這個機會和大家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將我們現在保理這個時代印象 最優質最好的東西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甚麼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沙盤 由劉小姐和大家介紹一下 由我們的沙盤可以看得到出來 我們整個小區是功能性非常強 舒適性非常高 在哪方面體現出來呢 首先呢 剛剛和大家提起過我們的大門口 你看看 是打造了非常高端 好像高級的酒店式的歸家儀式 進來之後呢 有沒有留意到 這裡有一個泳池的 有一個成人池和小朋友池 哦 即是有兩個泳池 是的 平時如果夏天、熱天、冬天 你有習慣游泳的情況下 都可以在整個小區裡面享受 哦 也可以帶著小朋友在那裡汽水 真的 是 除了這些 除了這個游泳池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體育的看落設施呢 有啊 還有很多 大家再看一看我們的右手邊 還有一個預路設施 這裡的話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陽光大草瓶 但是它到時候會放一些輕微的那些器材 比喻踩一下電單車之類的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我們的 平時如果是有跑步 散步之際的跑道都會在這裡 哦 即是說我們可以吃飽飯呢 就下來散步 是的 同樣呢 類似我的體育奧者呢 平時都會跑步的 無論是清晨也好 旁晚也好 還是馬黑也好 我們在小區裡面都有我們的六道 是 沒錯了 而且平時還可以做什麼呢 剛剛介紹到這個是陽光大草瓶 是 那如果你是說不想出去 不想出去野餐或者怎樣 你可以鋪一塊布 躺在那裡 或者是跟小朋友在那裡夜餐 或者是 在裡面的小區裡面 是的 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需要外出 嗯 那這個野餐呢 就不怕叫你燒烤的 嗯 只不過是叫你 找些西點 大家享下天倫之樂 是啊 沒錯 我們始終都要愛護我們的周邊環境 嗯 那麼 球場呢 有沒有球場呢 有啊 有啊 你問得好啊 很多小區都不會做球場的 但是我們這個小區 它就做了 這個所謂的功能性就非常強 這個七號樓的旁邊 這一塊藍色的 就是我們的藍球場 哦 有藍球場 是的 還有一個球場 就是我們的羽毛球場 有羽毛球場 是啊 平時如果單工那些 兩點一線 平時可以打一下藍球 打羽毛球 去羽毛球是室外還是室外的 室外的羽毛球 室外的羽毛球 室外的藍球場 哦 即是不用錢的了 是的 因為室外應該是大家去享樂的 但是室外要成本的費用的 是的 我們看到我們的小區裏面 無論是我們的康樂設施 或者是我們的休閒散步 或者是我們可以跑步的小徑 都很具備在這裏了 是 還有一個就是肯定會關心 這些全部都是大人玩的東西 有沒有小朋友玩的呢 我們都有 在哪裏呢 在我們的這一棟 一二號樓的中間 這個黃色的塊 小朋友有什麼玩呢 我就想問 比如說 它是分年齡階段的這個區域 你看到沒有 一個很大的年齡階段 我們分一到十二歲 不同年齡階段去玩的一個遊玩區 比如一歲的那些 它不懂爬的東西的話 我們只是做的橡膠地 讓它玩一下 如果是兩歲三歲到十二歲的那些 它又攀爬梯 滑滑梯 還有那些煤化妝 可以扭一下扭一下 去做運動 安全的 安全的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對我們的祖國的未來 是非常之重視的 是 有什麼頭暈申請擦傷的頭痕 所以一定要做到安全措施 是 你放心吧 保理做的一定是安全 因為保理是央企大分泰 我循例都要和我們的客戶諮詢一件事 好 除了這些 剛才我們在我們的區域圖都說過 我們的交通可以坐船 在香港坐到我們南山客運港 然後再轉地鐵就可以到達我們的項目 三個地鐵站就可以到達我們的項目 同樣我們都可以利用我們的軌道交通 坐到我們慶盛站 這個就是我們使用高鐵去到慶盛站 在站內都可以轉到我們的地鐵 又到達我們的飛沙站 飛沙閣 已經到達我們的項目 非常之方便 是的 我們想問一下 我們那個購房政策 首先我現在問你的是 我們是對港人的 港人回來大陸買樓 在南山購買的 那個購房政策有些甚麼呢 剛才說到買房 香港人和廣州人的政策一樣 例如是怎樣呢 因為香港人對廣州政策不是那麼熟悉的 其實香港人不需要太過於熟悉的 因為你拿著的身份證和通行證 就可以買我們南山這裡的樓 包括廣州的樓 所以不需要擔心購房這個名額的問題 嗯 即是比如說去行不行購 還是以個人為單位是怎樣呢 以個人為單位 如果是一個身份證一個通行證 你就可以買一套 嗯 那在交錢 交付樓款那方面是怎樣呢 有沒有得貸款呢 哦 貸款方面的話呢 其實有這個條件是可以貸的 嗯 什麼條件呢 首先就要在我們廣州市 納稅滿一年 那麼連結繳稅一年 包括有廣州市有公司 接收你開收入證明 還有工作單位證明 嗯 很複雜 嗯 是的 因為貸款的話 是必須要經過銀行嘛 嗯 所以這個點的話呢 肯定比較適合一些 同時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的利率呢 在整個廣州來說 已經算是最低的了 4.3%的機場利率 那它做哪間行呢 我們是做很多間銀行都可以做 四大行都可以做的 通常都是四大行都可以做的 中、農、工、建、交行、招商等等 銀行都可以選擇的 哦 這麼厲害 是啊 即是保利就是保利 是啊 保利央企 合作銀行都非常多 那些呢 就看我們的客戶 雖然出去派 因為呢 也都比較多手續 嗯 那這件事見仁見智啦 那現在我們講到就是 一個我們的購房政策和一個付款方式 還有一個呢 交樓是大概幾時可以交呢 雖然現在還在談這個問題 現在交樓時間的話呢 我們可以大概預估得到 一般保利的樓都是兩年左右 或者兩年多就可以交樓了 預計的話可能去到2025年的年頭左右 也有可能去到2024年的年底 哦 2025年左右啦 大家都不要虧得那麼死啦 因為都在建設的裏面 才能預知得到 嗯 哦 基本上呢 我們也都差不多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得到 哦 那辛苦了啊 劉小姐你 哦 嗯 那麼 開售 現在我們還是在預售當中 是呀 我們開售 首開的話就是一號樓 嗯 而且我們的套數不多 就只有150套而已 150套 150套包含了我們68 825和115 3個職 沒錯啦 而且68的話 只有25套 嗯 非常的稀缺 115方的四房 也都只有25套 基本上這兩個戶型要搶的 哦 那68那隻呢 我就覺得是真是很實用 嗯 而且你說真的 830萬左右 嗯 那麼左左又好 右又好 這些到時才知道的 是 反正就相差不大 那它也都包了一個精裝 保力的精裝是OK的 真是很電盤的 嗯 嗯 那麼 低成本 高享受了 還有我們的 你看看我們的平板套 嗯 上面首開150套 嗯 六十八 而且是我們的 百分之五 長崩期 兩年的長崩期 相當於怎樣 是怎樣 收樓前 供樓 當然 如果不貸款的 那些 基本上是收樓前 才給了錢 再亡錢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我交了錢給你 你什麼時候交樓給我 你可以慢慢 可以這樣分歧去 而且我們對於這些客戶 比較抗拒 如果擔心有什麼風險之類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補利央企 才可以做到 兩年的首付分期 包括我們又是 藍沙的中心地段 成熟的配拖 中心位 值得可以入手買 即是你所說的 兩年分期 是 即是 這個是一次性的 沒錯 交款 但可以給你分兩年 沒錯 亦都是在 我們收樓期間 才可以說 將這個款項交齊 可以這樣說 譬如 這個樓是 25年1月份交樓 是嗎 那你就在 24年的 11月份 這個月 剛剛好兩年 是嗎 24年的 11月份 即是 以我們今天說 那個日期 為準 到達 兩年後的今天 是的 沒錯 分期付款 非常有優勢 即是在你買的時候 又開始計算 兩年 OK OK 大家心中都有數 我們下期再見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 好 OK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灣區置業的頻道 還有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我們下期再見 OK 拜拜 拜拜